比起纽约 洛杉矶的节奏显得缓慢 人们有股的悠闲劲 不太着慌 过得挺滋润 四季几乎没有差别的温热气候 使人产生懒洋洋的感觉 我1991年刚到洛杉矶时 借住在朋友李家里 李四十出头了 单身是个大酒鬼兼大情圣 单身我们一伙人常喝的厘了歪邪的 我第一次喝马丁尼 马丁尼就是他推荐的 他刻意隐瞒了马丁尼之威力 说一口喝干才过瘾 我一连干掉了四杯 就趴在台子上了 那是一家墨西哥人开的酒吧 有个小舞台 我们就坐在舞台边上 漂亮的女歌手在乐队的伴奏下放声歌唱 我时不时抬起头来给女歌手 就忘了给歌手筑唱 像狼一样 这有一个照片 不知道是不是这位 中国的农历春节那天 我们在饭桌上就开始喝 饭后换了两家酒吧 不停的喝 半夜又全部拥到李家 各挑自己喜欢的继续喝 他储藏有各种酒 我选了一瓶1.8升 也就是三斤六两的超大瓶的日本清酒 喝的一滴不剩 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地毯上都醉了 纽约的朱老板打来电话问候我 我李他的朋友李接起电话 对我喊小杨找你的 然后就挂断了 我在另一头 他给人挂了 喝多了给人挂了 给挂了 我在另一头支起上半身 手抓空气 做卧听筒状 假装打电话以为哈就晕了 放在耳边继续打憨 我来的第三天 他开车带我出门 我问去哪 他说带你考驾照去 笔试 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后座上 有本 笔试的题解 你翻翻翻了二十分钟 车管所就到了 我考了个不及格 考了个不及格啊 当我拿着试卷 去柜台 约下次考试时间时 柜台里的黑人兄弟 满面笑容 看都不看 就给盖上了通过的大张 他都没看那黑人啊 以为过了 就是也是那种官僚主义啊 马达哈呀 糊弄啊 或者是 是吧 反正啊 我买的是一辆 马自达 三二三的二手车 已跑了八万多英里 一千五百美金 啊 很便宜啊 是吧 谁有空了 就来陪我练车 经常来的是凯文 老同学小林的丈夫 事先 小林给我打了预防针 如果凯文骂你 你可千万别介意呀 他就这脾气 小林开车 就是凯文教的 老被骂 可凯文一次也没骂过我 还教了我许多考试的窍门 不是我开的好 而是夫妻不能互相交开车 你坐在一位菜鸟驾驶的车上 肯定会觉得危险的 夫妻之间 无顾忌 张嘴就能骂 但对朋友 就是另一个样了 两个月后 我顺利拿到了驾照 第二天 是周末 阿诚 叫我去吃饭 我开上车 就进了高速公路 第一次在高速路上驾车 很刺激 兴奋加害怕 全身僵硬 对对对 九十年代 我第一次开车 上首都机场高速 也是挺害怕的 紧张 第一次开下来 特别兴奋 也有满足感 成就感 也肯定自己了 他说这个我有感觉 是吧 我也是好几十年的老司机了 聊到深夜两点钟 打道回府 路上几乎没有车 心情也放松了 一高兴 唱起革命歌曲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是吧 还有什么来着 武岭威夷腾系浪 什么乌蒙蓬勃走泥丸 更喜民山千里雪 敏山啊 三军过后尽开炎 是吧 这毛泽东诗词哈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毛泽东 但是那些诗词啊 是吧 对像我们这个七零后啊 他们可能是六零后 或者五零后 更是有感觉啊 下一个周末 去机场接人 临出门 忽然想到 机场的路纵横交错 不知怎么去接 怕走错了啊 于是赶紧打电话咨询 一个朋友告诉我 路牌上有图 机头朝上 飞机头啊 朝上是送人 机头朝下是接人 我又是一路高歌 去了机场 看图认路 难不倒文盲 由此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在高速路上开车 就高唱红歌 把小时候练的童子功 又都 捡起来了 啊 唱红歌 反正对于中国人 你不唱红歌 你没别的歌 是吧 你像这个什么 碳清水河 什么这一类的 才不是这两年才出现吗 原来 对不对 你唱这些迷迷之音 这些是吧 不允许 甚至关监狱 对吧 对不起 好 谢谢观看